今天要煮鸡饭 所以我准备了一只鸡 然后还有顺油跟红枣 然后鸡我有切片姜 现在是在煮着水 已经滚了 还有另外呢我是有洗了米准备 OK就是这样 好的现在要把鸡放进水里面去 然后滚一滚它 就这样子 OK现在呢鸡汤已经差不多好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把鸡汤放进饭里面 那个米里面 咬聞一下 哦 咬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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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夹准备 我们已经加了汤 现在就是要放米去煮 然后呢,我们就放小火 慢慢熬这个鸡汤 好的,我们来检查一下鸡熟了吗 我们用筷子 给熟了 OK 这样子就可以把鸡捞出来 把鸡包着 然后我们把包菜放进里面去 然后,我们先把鸡蛋更热 没问题 但是,我们先把鸡蛋浸开 让它们更有的 是,我们可以把鸡蛋浸开 就是,我们也要不断 我们的鸡蛋浸开 我们的鸡蛋浸开 我们再次用鸡蛋浸开 我们再次用鸡蛋浸开 鸡蛋浸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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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掉 可以就是這樣子 然后开火让它滚一滚 然后还要加红枣 OK现在我们我准备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盐水 所以我还有准备这个 OK现在我要炒一个菜配鸡饭 你现在呢 我放一点点油 好 放进去 放入鸡肉 放入鸡肉 加一點點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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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